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这么人 你让这姑娘站上去 你这手啊 不哆嗦才算呢 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呀 我们只是看着不太过瘾 是不是 不过瘾是不是 那好 怀哥 咱不怕 咱一定是赢家 行 大家伙看着 咱们俩就让他开开眼 怀哥 来 看着这有把握 没把握都这样 行 行 行 别闹人命了 别闹人命了 太危险了 我都不敢看了 就是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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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把你小子干掉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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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好样的 我服你了 兄弟 这些钱啊 你全拿走吧 行啊 不客气 千儿 这位兄弟 来喝一口吧 喝吧 来 千儿 来 千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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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 这些猎物 你们拿着吧 不要了 不要了 留下吧 不是什么难得的东西 就是 还有这个 你留下吧 和兔子一起炖了好吃 你们留下 一起喝杯喜酒吧 不了 不了 我们赶快回去了 我们走了 走吧 拜拜 谢了啊 小兄弟 留个名吧 行 走 臭小子 来 跟上去看看 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是 你可不知道 娶亲的那户人家 可是大户呢 你不知道他们那排场 有多大 爹 我跟你说 爹 爹 我跟你说 他们那剑技实在太糟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 张儿 你跑哪儿去了 来 坐 哥 我说你就不用到处找我了 我跟怀哥在一块呢 什么事 喝水 巧儿 你这一篮子蘑菇 卖了这么多钱 这个不是卖蘑菇挣的 这个呀 是怀哥跟人家比剑赢回来的 我说呀 我说呀 这些钱赶尽给他们送回去 我是说人家 人家日子过得紧着呢 我是说要送回去啊 可是他们不要 人家不要 人家不要就不送了 要不我全送回去 那当然了 好 好 我这就去 陈送回去 知道 我说呀 咱们强儿该出嫁了 是啊 该出嫁了 那 怀哥 你说 那个新娘子她会想什么呢 等你做新娘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那 你觉得那个新娘子好看吗 没你好看 我觉得 要是那个新娘子长得好看 你是不是就喜欢她了 不会 我要是你啊 我就找一个自己觉得最好的 在我心里 你是最好的 怀哥 你说人成亲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呀 那一定 一定 反正好着呢 好着呢 那就像咱俩现在这样 比这还好 还好 对啊 那你是天天在一起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的 琴儿别怕 什么东西啊 琴儿没事 这是条鱼 一条鱼 乖哥 不能亲 为什么呀 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等到我们长大的时候 我们不是都已经长大了吧 那 那等到顿哥回来 行 那等到顿哥回来 就让我娘到你家去提亲 好吗 嗯 好 老爷为我申冤哪 我有冤哪老爷 去去去 没看老爷现在没工夫嘛 起来快走 你怎么这么说话 来来来 快请起快请起 啊 老爷 你要为我申冤哪 这样吧 你啊先把你的冤情 托人写状子 然后再到我这里来 只要你讲的是实情 本官一定为你做主 谢大老爷 谢大老爷 走吧走吧 快走快走 老爷 你这两天茶饭不思的 是不是还想的丫头呢 老爷 我倒有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 他不是爱打猎吗 怎么 行 行啊 快点 跟上 小心啊 慢点 快点 快点 你看那边 就是 来 等等我们呀 等我们 小心点啊 小心小心 小心啊 慢点啊 真是太美了 怀哥 快点跟上啊你 快点快点 你们记着啊 一会儿你们都分开走 等我放箭以后啊 你们再把这东西给放了 千万不能放走了 要让这野巫死了之后 身上还有热乎劲 千万别让他们看到 明白 去吧 你们去那边 你们去这边 走 你们看 下着了 下着了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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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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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看看 快走 你太慢了 好了朋友 好了好了 好 我们站好 她那儿在哪儿 他这儿在哪儿 那儿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好 去吧 找找他 你找找他 小儿快点 快啊 棒棒啊 你们是何人 尔等在这里嬉笑吵闹 惊动了我的猎物 他是谁啊 你是谁啊 我嘛 猎户 那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可是我见过你们呀 见过我们 谁见过呀 谁见过呀 我也没见过 我没见过 我没见过 射中了吗 不要 你们听啊 射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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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猎物 你们谁找到了 就是谁的 真的 真的 对 走 快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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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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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在这儿呢 找到了 找到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走吧 走 走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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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找到了 我叫王六 我叫香贝 我叫王淮 我叫王强 大家都叫我强儿 那你呢 我叫张子鲜 我叫张子鲜 那我们大家都叫你张大哥好不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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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当 不敢当啊 你送给我们山鸡和野兔 那我把这只野羊送给你吧 这就不必了 我是说送给你们的 又没说坏 我们也是送不是坏 你就拿着吧张大哥 就是 拿着吧 拿着吧 好 那就多谢了 都是吃山人何必客气 那倒是 不客气的时候 我自然不会客气的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张大哥 嗯 走 是啊 先回去 走吧 好 我们先走了 张大哥 我们先走了 张大哥再见 再见 张大哥 怀哥 怀哥快走 快来帮我忙 来了来了 来了 走 走 慢点慢点 慢点 帮我去晾蘑菇吧 好嘞 走 娘 我晾蘑菇去了 走 来 他爹 我看 摘给孩子们提提亲事了 我看提亲这事啊 还是等顿儿回来再说吧 顿儿可有日子没来信了 我可真是放不下心 你看你 又瞎操心了是不是 我说啊 顿儿见功利益 荣归顾利 咱们再体体面面的 给怀儿和强儿把婚事给办了 到时候办的 比他们县里人了 还体面 你呀 你就会说困心话 听外面回来的人说呀 边关和匈奴的战事 越来越频繁 顿儿又不来个信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看你 又担心了不是 要不啊 咱们现在过去 跟强儿他爹娘 把这事聊聊 那现在就去 走 怀哥 来啊来来来 来 来 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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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哥 抓不着 抓我 打我 打 生气了 不至于把生气了 别生气了 我怀哥给你找好东西去 别生气了 等着 等着 走 巧儿 巧儿 怀哥 你把蚂蚁猜死了 一只蚂蚁有什么打惊小怪的 蚂蚁虽然小 仪式掉命啊 怀哥错了 强儿 怀哥发誓 今生今世的对你好 不会辜负你的好意的 你刚才干嘛去了 弄 怀哥 你 强儿不生气啊 怀哥 怀哥马上就把他送回去 还不行吗 快送回去 好 等我啊 等我啊 晴儿 我马上 晴儿 你来 你看 怎么了 你看啊 你们找谁啊 这家主人在吗 你等等啊 走 你们到底找谁啊 你是谁啊 我是王怀 你就是王顿将军的弟弟吧 好 是 我顿哥成将军了 怀哥 我顿哥成将军了 怀哥 别闹 我哥 是不是出事了 这是李大将军给二老的一封信 我先看 信上说 顿哥受伤失踪 下落不明 什么 他是在和匈奴的一场战争中 不慎 重剑失踪的 我顿哥不会死的 我顿哥不会死的 怀哥 晴儿 别 李大将军也这么说 可李大将军还说了 一个月内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可就要抱奏皇上了 请各位官员回去吧 这事 千万别让我爹娘知道了 好吧 这是李大将军给二老的慰问品 我带收了 谢谢 请各位带王怀一家 谢李大将军恩典 那我们就告辞了 老天爷 请保佑顿哥吧 李大将军呀 把我的顿哥给我找回来吧 晴儿 这件事 千万别告诉我爹娘 他不会受不了的 大将军 明儿 楼上风大 占久了一杆风寒 还是请大将军 回军营下榻处歇息吧 给汪顿复古送慰问品的人 回来了没有 回来了 正在军营里等候 给大将军回话 走 将军你看 凶奴人 速区通报 请李大将军前来 等一等 上面人听着 我要见李大将军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能发现 大将军你看 那歪着身子骑马的姿势 很像是匈奴人 什么是像匈奴人 他就是匈奴人 丞相是什么人 我是牧羊人 你找我有何事啊 有人托我给你带封信 等着 还没什么事啊 李大将军 好身手 王顿将军的字 赶快背马 我去追他 大将军追不得 悲恐有诈 我命令你给我背马 新娘六胭脂 这是专区胭脂送来的礼品 这是大胭脂送来的礼品 这是三胭脂送来的礼品 这是五胭脂送给六胭脂 新婚大喜的西域丝绸 都放下吧 云娜 我的女儿 父亲 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今天是我乌敦的女儿 出嫁的日子 我怎么能不来呀 再说了 已嫁给的是匈奴人的首领 呼喊爷禅宇 我在他面前表现一下 让大禅宇知道 我的女儿 比她的前五个胭脂 都要出色 父亲 您就别再夸我了 您就别再夸我了 只要是 我 你 是 是 是 父王 父王 吉城快到了 就等你了 等我干什么 你忘了父王 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 要去溜烟之云哪 我还真是忘了 要知道此时此刻 我是一点心情都没有啊 你看这两年 我们漠南连遭灾害 要不是大汉天子 对我们的帮助 这儿的百姓早就饿死了 要不是李大将军 和治之敖战 哪有我们这片大漠的安宁啊 是啊 听说李大将军 也哲理了袁爱将 现在还没划过来 你看今年一开春 这天气就一直不正常 我天天在祈求上仓 睁睁眼开开恩 拯救拯救草原上的人吧 可是父王 这云纳的父亲乌敦 已经托人烧化来 还有一个时辰 他们就出发了 大蝉鱼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看 大蝉鱼 应取新的胭脂 是大草原上的好事啊 只是大蝉鱼知道那边是什么地方吗 那还用问 南方 对 如果我还没老到糊涂的地步 我还记得 大蝉鱼要娶的新媳妇 是在南方 南方 对了 昨天我还梦见了大汉天子 还有 儿子 我真是办了一件 天大的糊涂事啊 我要取的胭脂在南方 这是天意 谁都不能违抗 父王 可是那边都等着呢 不要说了 回去告诉乌敦 这个亲 我暂时不取了 你 五孩爷 你这个老东西 我跟你没完 爹 等等 驾 驾 驾 爹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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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驾 ो 咱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 怀哥 你今天怎么话不多啊 他身上什么味啊 啊 マ 乌尔 是我给我娘熬的中药 你娘病了 那咱们去看看她吧 走 不用了 没什么大病 只是爱做噩梦 做噩梦 他们知道了顿哥的事吧 没有 我一直没把那封信给他们看 那是为什么 他们 看见李大家军送来的慰问品 起先还挺开心的 可后来就开始嘀咕了 说我顿哥为什么一直不来信 再后来 就开始做噩梦 梦见顿哥他丢了 你说 这事怪不怪 哪有什么怪 龙子连心吧 可是 我顿哥不是我娘亲生的 但是胜过亲生 也对啊 我们虽说不是亲兄弟 但比同胞兄弟还亲 是啊 倩儿 琢磨着 要想不让我娘的噩梦 再做下去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咱俩立刻成亲 不就把噩梦变成美梦了吗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不可能啊 这 可是 我顿哥还没回来 强儿 你顿哥 一时半会儿怕是回不来了 你没听那个送信的差人说吗 要是一个月在找不着顿哥 就把他列入 我不想听 我顿哥不会死 我就希望了 我希望了 强儿 你说 我加上你家提亲 你爹爹要会答应吗 我 我不知道 要不 我去问问 别 都这么晚了 咱们在这儿 多待会儿 等明天一早 我跟我爹娘 去你家提亲 就这儿 有人没有啊 来了来了 谁呀这么晚了 这是王淮家吗 是县老爷呀 有什么事吗 有个叫王淮的 是不是你们儿子 是我们儿子 怎么 他 他犯法了 听着 据报 你们家王淮 对隔壁家 女儿 强儿 心怀不轨 这事你们知道吗 心怀不轨 没这事啊 其实啊 我们两家孩子 从小一块长大 他们俩只是 在一块玩 那你们还不 严加管教 严加管教 这是怎么了 我们本以为 儿女之间的事情 怎么会惊动官府呢 何止是惊动啊 我们家县太爷 为了这事 那是多少天 没有睡觉啊 我们不知道啊 知道你们不知道 要不能对你们 这么客气吗 听着 这次算是饶了你们 可你们知道 什么叫 知错必改吗 改 我们改 我们改 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不许王淮和强儿来往 好 另外 也不许你们过去提心 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家呀 不如强儿家好 我们高班不上 不去 这就好 这王淮是不是你们 唯一的儿子 是 那你们就小心点啊 走 走 走 我说大人 这 这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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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您件事 什么事啊 您说 要是文怀家来提亲的话 您会答应吗 他们要来就让他们来吧 真的 您答应了 你自己都答应了 我还有什么不答应的 不害臊啊 太好了 要把衣服都弄脏了 太好了 娘您真是太好了 娘 我回去了 请把你爹叫起来 不得其心 哪有什么情意啊 先让他知道 张某人剑法了得 便在心里凭了王怀 然后 我张某人再把猎物相送 这在他心里 便又记住了一个张大哥 再然后 让情儿看看这张大哥 锦衣宝马 从天而降 成了年轻的张大人 他一定会惊喜万分 万分哪 对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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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前面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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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前儿 张大哥 你好吗 你怎么穿着官服的衣服啊 我这身衣服 你看着还合适吗 原来 原来你是当官的呀 我像吗 我说那天 你有什么地方不像我们真正的恋人 诸位听令 紫龟县县令 张的老爷在此 他是大老爷 他是 张老爷 原来就是你呀 原来你是紫龟县的大老爷 在下 张子兴 怀哥 他说的是真的假的 谁知道 怎么了巧儿 你不相信吗 没有 我 我们一直都觉得 紫龟县的大老爷 应该是个小老堂 是啊 再过三十年 我张子兴就是了 那你就是 天上下来的神仙了 我是神仙 你有一个能照出好人 还是坏人的镜子 镜子 就放在你的百宝箱里呀 那百宝箱里 放着取之不尽的粮食 你就不必向百姓取粮了 你们在说什么呢 是这样的 张老爷 小二 叫我张大哥 张 是这样的 张大哥 我们在认识你之前啊 我就听说 咱们紫龟县的大老爷呀 是个一顶一的好人 是不是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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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你觉得呢 张儿 我觉得 你问我觉得干嘛啊 大家都说你不错 那你肯定不错了 对了 你为什么要装出我们猎人啊 就是啊 因为我是想 我知道 是不是 想来看看我们山里人过得怎么样啊 对对对 我爹说你能变成各种各样的人 去安防百姓 听说你还会变成姑娘 是吗 这个 这个我不擅长 张大哥 你现在也看到了 我们南方人的日子过得不错 你呀 就放心吧 是啊 是啊 我放心 很不错 很不错 那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啊 我 我就到这儿啊 到这儿 到这儿干嘛呀 干嘛 我到这儿来看你呀 看我 你看我干什么呀 江儿 因为 因为你好看 我愿意看 那 你现在看完了吧 我怎么能够看完呢 他想干嘛 怀哥 想干嘛 你怎么了 怀哥 我说 我们到树林里找个空地 互相对射三件怎么样 大胆 好啊 我很愿意 好 怀哥 张大哥 你们这是做什么呀 怀哥 怀哥 咱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张大哥 咱们改日再见吧 走 张大哥 走 你们几个 怀哥 快走吧 你别生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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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儿 到我的马上来吧 不用了 那会把你马累着的 上来吧乔儿 我带你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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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乔儿 跟我走吧 我们永远在一起 你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 你会觉得 我们 可是 我们怎么可能永远在一起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 你是大官啊 而且您有你的妻妾了 可我呢 我只是山里的野孩子 况且 况且我已经嫁人了 什么 你嫁人了 嫁给谁了 不告诉你 显儿 不要傻了 嫁给一个毛孩子有什么好的 他只不过知道一些山里的把戏 不会有什么出息 甚至保护不了你 你今后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你又不知道我嫁的人是谁 凭什么这样说 总不至于 比我还强吧 你怎么知道 我嫁的人一定不如你啊 那他是谁 不告诉你 那显儿 你告诉我 他长什么样子总行了吧 到时候 你自然就看见了 他在什么地方 他嘛 他在外边打仗 不过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从北边开了一队马队 里边有一个骑着白色高头大马的 你第一眼就可以看见他 因为他的马 因为他的马 最高 最大 他的马头上 像着金色的配头 马尾巴上还系着青色的金丝 他骑在马背上 就像 骑在山上的一座鱼 他腰里的宝剑 像着彩色的宝石 在阳光下 那宝石散发着五颜六色的光芒 那把宝剑可是皇上送给他的 说是为了感谢 他为大汉陪下的宫剑 他是人人都知道的大英雄 强儿 瞎说什么 谁瞎说了 强儿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难道你不相信啊 那要真像你说的那样 他怎么会容忍 你跟这些野孩子在一起 因为 因为我也是个野孩子呀 在嫁给他之前 我想怎么样都成 他要是不愿意 我就不嫁了 好吧 强儿 我相信你说的一切 你有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 如意郎君 是个英雄 那强儿 你会记得我吗 我当然会记得你了张大哥 哦 对了 我还可以叫你张大哥吧 好啊 我求之不得呀 我走了 强儿 强儿 张大哥 慢走 想什么呢你 你不会当真了吧 我骗他的 没有 强儿 你骗不过他的 他很快就会明白过来的 可是我不明白 强儿 我觉得这大老爷挺不错的 那又怎么样 他要是敢动强儿一下 我就弄死他 你怎么就知道拼命啊 这很公平 如果他能弄死我 就算他有能耐 那我呢 我的命运凭什么让别人射箭来决定啊 你呀 你真是个小孩子 那强儿你说 你刚才说那个骑高头大马的人到底是谁啊 你说 你 我怎么都这么说了 你还不相信呢 怀哥 那我告诉你 他就是我接下来要嫁的人行了吧 强儿 让开 强儿 臭丫头 爱嫁谁嫁谁